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赖志荣老师 我是徐新乔老师 欢迎大家收听 荣兴老师情商课的聊天室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 荣兴老师情商课聊天室 大家好好久不见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 一个主题叫做爱面子 这个议题很有趣 常常我们听到一些同学 都会说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但是我又不想承认 我是很爱面子的人 但是我常常在做一些 很爱面子的事情 比如说不想承认我自己很爱钱 那是因为我很爱面子 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很爱钱 或者是我很爱计较 或者是我很爱炫富 或者是我很爱觉得我是对的 这些都是一些爱面子的议题 好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比较粗浅的就是 爱面子是怎么发生的 那人为什么会爱面子 那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爱面子 或是调节我们的爱面子 我可以先问一下荣兴老师 你在什么时候会发现你自己会爱面子 比如说比如说常常男人对男人来说车子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如果你开一部好车 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面子的感觉 比如说你进出一个停车场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嗯 因为自己感觉好像去停车场 人家帮你喀车的 大家都在看你 对假设你开一台跑车 跟你开一台很破的车子 那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车子就是男人的面子 对那我觉得女人是包 对女人包治百病 对 那就是在这个上面不能输人对不对 他也不是一种所谓的输不输人 而是会有一种好像是比较给人家看得起的感觉 嗯 所以爱面子他可能会是一个形象就是 别人会尊重你 这是第一个尊重 就是会觉得哎呦这个人口袋蛮深的 不是会让自己感觉上 让自己感觉到嗯 我我是一个买得起那样子的人 对就是你的消费实力 对对对 口袋有这么深 对对对对 我花得起的感觉 我花得起对 那我觉得我们女生比较能够 最爱面子的地方可能是在跟老公之间 你的意思是说比较老公吗 我老公是医生 不是比较老公 是老公一定要就是让我们之类的 但是我听过很多的太太们都说 我老公赚多少钱 然后或者是我老公高尔夫球打几干 或者是我小孩成绩怎么样 或者是 会哦 会比这个哦 是 所以比较也会是爱面子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 是 所以我们其实好像 这是我们 避免不了在社会上 很自然而然 在聊天上面 当我们跟对方在那边听 听对方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会觉得 哦 你好俗气哦 嗯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学 小孩成绩考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忍不住说 我小孩我都没有叫他读书耶 可是随便考 都每次都考第一名 诶我讲到好像讲到志荣老师 嗯 志荣老师也常常说 小孩没有盯他读书 就考得很好对不对 对 嗯好 所以我们来理解一下爱面子 跟什么有关 好 其实跟我们在社会上 能不能好好的生存有关 也就是能不能社会化有关系 嗯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被别人用 更好的方式来对吧 也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 里面跟群居的这个社会的人 人之间的一种 你会感觉到你在里面的一种舒适感 嗯 所以如果我把它这样理解的话 就是说我感觉到别人会尊重我 对 别人会礼遇我 别人会给我更多的 嗯 特别 待遇 对 嗯 然后这也会让我感觉 我自己很重要 嗯 或者是被关注 嗯 或者是被 被 特别好的 礼遇 对 就是那种感觉我们之间是特别 强的关系 嗯 就比如说我是VIP 嗯 嗯 你会把所有好的东西为我留下来 嗯 或者是给我一个特别的优惠 嗯 嗯 那这代表你对我很特别的时候 代表我们之间的连结是特殊的 是啊 是啊 所以 所以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就变得能够维持这个面子呢 跟这个价值感呢 嗯 其实钱就很重要啦 嗯 钱就能买到VIP的商务舱啊 嗯 钱就能够买到很好的车子啊 嗯 钱就可以买到很好的包啦 所以是什么在维持你的面子呢 是钱嘛 在这个社会上 所以我们越 越 我们越有爱面子的感觉 我们会认真赚钱齁 对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赚钱与花钱的内在动力 嗯 会喔 嗯 那我们今天要谈谈其实它的本质 嗯 并不是赚更多的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因为有的时候太过爱面子 会有一些负向的行为 或负向的情绪 或感觉会出现 比如说就会一直在竞争啊 对 永远没完没了 就是不能输啊 对 有时候感觉到 呃 别人说哎呦 你哎呀 那个你都收入多少啦 你现在开这样子的车 嗯 好像有点寒酸 对 就是 可能别人只是 跟我开一个不舒服的玩笑 对 可是我就会觉得 嗯 不行 我被人家亏了 我一定要证明说 哦 我是买得起的 所以我用一个例子 我记得 呃 就是发生在我的 爷爷的身上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真实 齁 那有一次我跟他去球场的俱乐部里面 出到一个 遇到一个他的旧事 也是一球友 然后他用台语就看到他 因为我 我爷爷已经退休了 然后开了一台 比较老的车子 但是也是个名牌的车子 三芒星的 然后突然 那个人就说 哇 好久不见了 哇 看你的车子 人家一般男人都会说 都会先看车子吗 他就用台语 就亏了我爷爷一下 就说 你现在是六倍 哪里塞这个车 意思就是说 你是落魄了吗 你以前有司机 现在怎么开这个车子 那我爷爷 我没有想到他内在居然有这么强的动力 上了车之后 隔天 他立马就说 我爷爷不是已经退休了 这个时候还要证明一件事吗 所以那个里面的爱面子是什么呢 那里面就是 我被瞧不起 我被瞧不起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一种羞愧的感觉 我有一种丢脸的感觉 这丢脸的感觉里面就有 我好像很糟糕 我好像不如人 所以我们正视一下 这个爱面子 他背后内在真正的情绪跟感觉是什么 被人家瞧不起 被人家瞧不起 被人家否定 或被人家比下去 那种输了的感觉 输的感觉 对 然后会感觉到 触碰到就是很深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很糟糕 而我很糟糕 跟很多的感觉就会连结 比如说我犯错 比如说我做错 比如说我说错 跟错都有很多的关系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叫做羞愧感 也许事实上没有做错什么 对 但是那个感觉会很像 对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我很糟糕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感觉太强烈 然后我们会急于摆脱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理性消费 是 比如说现在大家在抢卫生纸 是 绝对不能抢输人家 对 虽然我家已经没有 我家没有比人家大 不能输 对 但是 没有赢 不想到 就是太丢脸 好 所以以至于这个羞愧感呢 它会形成一种模式 好 比如说叫做竞争的模式 那也就是一个感觉 就是你常常会感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 当这个信念 植入到你的内在以后 你的大脑会有一种预设 总是有人在跟你比较 但是事实上 有人在跟你比较吗 其实没有 好 是一种感觉好像你自己 一直在输掉的感觉 这个是大家最能感觉到的感觉 我不能输 所以我外面都是竞争者 而且不是只是我不能输 我老公也不能输 我小孩也不能输 对 所以如果我在外面跟人家 喝了一个贵妇下午茶 聊会别人的老公 聊会别人的小孩之后 我回来就 可能脸就不会太好看 对啊 别人小孩都考上卷中北英女 我小孩都念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就觉得 他们怎么那么混 怎么都没有让 没有什么东西 让我可以跟别人聊的话题 是 然后所以我就会跟小孩说 嗯 该好读书啦 你也不想想看你自己 别人怎么样 你有点羞耻心啊 对不对 总要知道要努力啊 那跟老公说 你看看别人都升官发财那么快 你就是那边安平度日啊 你这种心态 根本就跟这个世界上脱节啦 总而言之 我就会用很多 很多 我认为我在激励我的家人 是 所以有一个盲点就是 我可能会把一种输掉的感觉 嗯 放到我的家人身上 会泛化 对 放到我的家人身上 不只我不能输哦 我的老公不能输 我的小孩也不能输 嗯 然后呢 那我可能就会把家里的气氛认为说 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努力 积极振作 然后努力 然后团结一致 对 搞得大家很紧张 所以回到家 家人也是觉得说 嗯 不能放松啊 对不能放松 嗯 然后会让家里的气氛是很紧张的 人生怎么能懈怠呢 人生就是要积极努力奋斗啊 对 可是这以后有一个状况就是 除了在家不能轻松以外 我也觉得不轻松是对的 对 我会认为根深蒂物认为不轻松 人生不能够懈怠 嗯 因为你只要一慢下来 怎么可以让你输在旗袍边 那就会触碰那糟糕的感觉 对 嗯 所以有时候爱面子会把 就像这种老师说 嗯 不只是周围都是竞争者 嗯 周围都是敌人 还有就是我永远不能松懈 嗯 而且 那个激励的感觉 嗯 那种激励自己要努力 嗯 然后的心态跟态度 认为是非常正确 对 所以我还会有一种 我自己是正确的感觉 嗯 我是正确 我的家也必须要这样正确 我就要求我自己 因为要求别人 所以我就会养成一种模式 就是言语利己 抱歉 你也言语待人 你不会宽语待人 嗯 好 我们今天呢 还要再谈一点浅的 然后我们下一集 再谈怎么调节 嗯 我们要谈一点浅的是什么 叫做不好意思 嗯 其实不好意思 比较能触碰的是什么呢 好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常常占用到别人的时间 嗯 我拿着麦克风讲太久了 嗯 然后好像很多人在在意我 嗯 我会不会觉得我占用很多人的时间 很不好意思 嗯 或者是呢 我很难拒绝别人 嗯 因为我拒绝别人 我会觉得自己好像 对 这也是爱面子 这也是爱面子 这很比较浅一点 就是感觉人家会怎么想我 人家怎么想我 人家怎么看我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浅的 嗯 它其实它也 一样叫做秀慧感 嗯 所以呢 它会形成另外一种模式 我太在意别人的感觉 以至于我没有在意我自己的感觉 嗯 所以我的关注力都在外面 嗯 所以呢 以至于我会养成一件 我会形成一个我的求生模式 叫什么 自责 嗯 不管什么事情我先怪我自己 都是我不对 啊 我先我为了要 我为了要这个讨好跟迎合外面 所有的人际关系 哎 没关系啦 对不对 就是我们吃亏就是占便宜 嗯 就是 就是这样才有福报 嗯 有没有不断的在这样的循环里面 其实那里面都是强烈的羞慧感 嗯 可是我们不自知 我们以为这是就是这是伦理 嗯 这是我们叫做道德标准 嗯 或是一种价值观 而且是一种美德 嗯 在在发生自责的之前 可能还会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为了我要避免自责 嗯 或者我要避免被别人有不好的看法 嗯 所以我可能会先选择隐藏自己 嗯 不要让对方发现我 我的心里的想法 嗯 或者甚至是我的存在 嗯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同学 或者是我们在学习的场域的时候 嗯 有时候同学他 不会去问问题 虽然他有问题 对对对对 他有疑惑 隐藏 他就会说 没关系我不要占用大家的时间 我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会了 只有我不会 是 那就表示 没关系我自己研究就好 对我自己搞定 嗯 是 他会先就是 避免被人家看见 看见 嗯 所以先隐藏 先躲起来 先不说 对对 好我们今天举了几个那种 羞愧感会产生的行为 或模式 那我们今天的 呃 谈话内容 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集来谈谈 怎么样调节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大家就会发现 欸好像我有中几个哦 对 我的模式是哪一些哦 对 那我们下次再来聊 好谢谢收听 谢谢收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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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